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留学生因美国政府收紧政策 很难像以前一样顺利的拿到签证 去年还一度传出,总统川普在一个未公开的场合声称 来自某个国家的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 一时间,国内外媒体大肆渲染,某个国家指的就是中国 让国内人担心,以后留学美国的路子断了 不过,后来有人揭露,这些广泛被转载的消息是左派媒体捏造的假新闻 今天,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布莱斯塔在《中国青年报》 以美国欢迎中国学生为题发表文章 被认为是川普在10月11日与中方贸易谈判带头人刘鹤见面后 美国近期第二次对中国留学生话题表态 布莱斯塔在文中说,川普在会见刘鹤后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说 我们想让所有愿意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过来 还说了句有点肉麻的话 我们的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川普还说,不会让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变得困难 承诺不会区别对待 很显然,川普是因为想要签署贸易协议才说的那些话 不过,总统和美国大使先后表态 未来来美留学中国学生的签证会变得容易吗? 今天的节目就详细地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美中贸易战开打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开始正式 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执政以来要求加大对留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审查力度 BBC新闻的报道说,美国政府估计仅在截止2017年的4年内 中共窃取的知识产权总价值就达到1.2万亿美元 上个星期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国会参议院委员会听证时再度指出 中共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 导致美国对中共的反情报活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他说,不同背景的中国人冒充无辜的大学生和研究人员 在美国代表中共工作 在此背景之下,川普政府近年来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特别是准备在高科技领域求学的学生 赴美留学的签证越来越难办了 数据显示,2018年至少有100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在办理美国签证时遇到了麻烦 不过,数据也显示,在美国的留学生中 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仍然是最多的 布莱斯塔在这篇示好文章中表示 2018年有3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超过其他国家 他说,这清楚地表明美国高等教育是向中国学生开放的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中共窃取知识产权的审查和反击力度 另一方面并没有就此向中国学生关上国门 还是寄希望通过正常的学术交流 让中国学生感受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气氛 通过个人的生活体验,转变从小被中共有意灌输的思维模式 布莱斯塔建议中国学生走出小圈子放下手机 要与美国当地的人交朋友 加入校园的俱乐部或当地的社区志愿者 阅读美国的报纸等等 另外,川普移民政策的一个核心思想是 为美国招揽各个领域的杰出技术人才 将绿卡中针对技术移民的比例 由此前的12%大幅调高到57% 而华人始终在美国的技术移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那么,要想顺利获得美国的留学签证 中国留学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其中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既然选择来美留学 就不要有任何的反美言论和行为 今年6月初,美国实行了签证新规 要求申请者提供5年内社交媒体账号 像中国大陆的豆瓣、QQ、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优酷和微信等等社交媒体平台 都在审查范围之内 今年8月底,就有两名中东地区的国际学生 在入境美国时 因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反美言论而被遣返 其中一名学生还是著名学府哈佛的学生 另外,以获得留学签证的学生 一定要杜绝学术欺诈等行为 今年8月30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布声明 证实该校9名中国留学生 在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 他们被拒绝进入美国继续学习 并被遣返回中国大陆 当地的电视台表示 这些中国学生的电子产品 在入境时被海关人员检查 调查人员发现 有人花钱请别人写作业的情况 还有就是中国留学生 一定要切记不要被民主主义情绪所利用 做出有违西方价值观的行为 最近因为香港问题 美国各大校园出现中国留学生 恶意攻击或者辱骂集会人士的事件 如果一旦被举报 很可能会影响在美国的学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就在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人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evention